大盤一定要加油 9000关一定要守住 那么另外有消息传出了 苹果大尺寸的新iPhone 9月9号就会亮相 那么苹概股能不能再度成为主流 另外还有哪一些各股族群 是投资人可以留意的呢 是的 今天当然苹概股当中 我们看到像台达电 亚电 建顶 甚至南电 这些都发挥了一个支撑的要角 那当然这个9月9号的一个亮相 9月份开 9月底的一个开卖 这些都是苹概股的重要的利多支撑 不过我们也会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是说其实今天不只是苹概股 还有包括这个尾盘跌幅 能够收窄的重要关键来自于金融股 还有包括水泥啊 钢铁啊 这类型的一个重建概念股 那当然旁边上有抗跌的指标 可指数还是下跌的 这很显然的指数 还是有一些利空的一个族群 包括像汽车啊 航空的这个部分里面 可能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 毕竟这个汽车是财报的一个数字的利空 那股价也形成这一波击杀赶底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一个波动里面 包括基亚有大利空 那甚至这个融化 也是气暴的一个市主之一 所以这个股价跌停板 一直都没有打开来 但是这个还有其他相对弱势的汽车股 大概也是在这个包括气暴啊 空难啊 这些相关的一个利空的冲击 这个消费买车受到影响 轨越的这个部分 那刚刚提到的航空呢 俄罗斯进欧美航空 经过吉林空 航空公司多花油钱绕道 这个也形成航空的一个利空指标之一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盘面上的确多空都有 那族群的一个多空的面向 也要特别提醒大家留意 那除了这个相对 大家在看这个贫盖股的利多之外 刚刚有特别提到重建的 像台尼亚尼 还有包括这个管线重新拍摄 这个不锈钢的族群里面 像允强啊 张员啊 那至于说做以欧美为主的 不锈钢的这种贸易的大成钢 是不是算在重建里面 当然大家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不过整体上 今天的一个钢铁水泥 的确也发挥了一些支撑的效果 那当然包括 这个七月营收的数字里面 像8086的红杰克 比较功率放达器 七月营收M1有29% 其他的这个七月营收 相对亮眼的 像生计的志勤 那甚至也看到这个 生计一财的 四七三六的泰博 那如果说有七月营收的 一个利益的 这个部分里面 也希望说这个盘式 有没有发挥一些 指纹的效果 也不妨可以留意 这类型的一个族群 是 除了瓶盖骨之外 水泥 钢铁 这些重建概念的 也可以多加点留意 谢谢分析师 帮我们做了分析了